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日后二公子出生了之后 分房睡这个问题无论如何也都要解决了 还没还没 就是我自己考虑过如果真的小这个出生的时候 他需要我们同一个房间 还有TG也要需要我们同一个房间 那怎么办呢 他们两个会互相朝大家吗 那我就要想一办法了 如果真的需要的话 我就要到另外一个房间去睡 还不知道 现在我有那个Air Plus 就是摆在耳朵里面 他回来 他因为开电视剧有时候三点四点回来 那我都怕会醒 我就对啊塞着日子 周嘉蔚的预产期在今年六月 案里是还有很长时间去处理分房睡的问题 但是有另外一个更加严峻的问题摆在面前 就是如何教育大儿子即将当哥哥的事情 特别是大儿子出生到现在 都是家里所有人宠爱的对象 其实周嘉蔚会送礼物给他 他因为快生日天明就买了一个Lamborghini给他嘛 然后我就一来到我就说是弟弟送的 不是我没有说是爸爸 拿了他的quota 但是他应该明白 然后他挺开心 他就好感谢他亲我肚子啊 还有就是不停的说弟弟送的弟弟送的 所以我觉得挺有效 但是出来希望他不要吃醋就可以了 优酷全娱乐香港报道